欢迎收到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最近有一个很火热火热的话题 如果有看上一集的屈机 你应该就会有点印象 就是更新了的2023版的中国地图 里面有壮南地区 南海岛礁 台湾地区等等 二个月没落下 另外海洋版图由原本的九段线 加到十段线 现在多了的这一段 就是中国台湾省的东部 新版地图也是与台湾省强调 统一是大势所趋 台湾是走不脱的 其实这件事本身都没什么特别 但是听说有些国家有些不满 就好像印度、越南、菲律宾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国对中印边界的一些领土 和南海在地图上变得更加明确 结果就惹来一帮小小之辈的菲律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就是将曾经由中俄一起管核的 大乌苏尼岛 又叫做欺虾之道 就挖入了中国领土的范围里面 美联社就说了 在新版地图里面 大乌苏尼岛重新挖归中国领土 是自2005年中俄双方批准 中俄国界冬断补充协定以来的第一次变化 西方媒体内就立刻疯狂地报道他 一些政治学家和评论员 就开始在哔哩巴拉去分析这些情况 会怎样影响中俄关系 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卡茨就说 中国发布新版地图 可能会对中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他就说认为 克里姆林宫将会密切关注 尤其是官方地图的更新 另外他说 由于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所以没什么可能会去做一个公开抗议 其实之前看回中俄之间的堪佳谈判 俄国就只是收回大乌苏里岛的40% 而其余的60%也是归回俄罗斯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猜测 是不是整个大乌苏里岛都回归了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 新版中国地图 大乌苏里岛回归 10段线统一台湾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 留言赞多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无论是在苏联时期 还是在俄罗斯时期 将已经占领的土地 重新扭出这件事 都是第一次发生 而俄方这次的让步意义非常之大 想理解这个争议 我们就需要回顾在背后 大乌苏里岛的历史 它位于中俄边界的黑龙江上 便设大约是335平方公里左右 传说就说 岛上经常有黑熊出门 所以东北人就叫它欺瞎之道 一直以来 这个岛就是中方的固有领土 明朝那时就有中国居民在这里生活 正朝那时 朝廷还曾经派过兵在这里住宅 民国时期这个岛被划归去到黑龙江省府远事馆核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 沙俄强行占领了这个岛 并将部分沙俄居民迁移到这里定居生活 苏联解体之后 它就被纳入俄罗斯继承 一占就70多年了 普京上任之后 就秉持着与中国友好的政策 曾经承诺会还回赌给我们 2004年10月 普京在中国访问期间 双方就中俄国界东段的划分达成了一致 并签署了相关的协议 根据协议的内容 大乌苏里岛被平均划分成为 东西两部分 其中西侧171平方公里的水域 和陆地都归属中国 东侧就归属俄罗斯 2005年 中俄相关机构批准通过协议 派科考队去自策 做好划分边界的准备 2007年10月 大乌苏里岛的边界划分工作 就正式搞定 双方在这里还搞了一个 中俄界碑的揭幕仪式 来到这个位置 中俄间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线 基本就确定了 来到现在 这个岛序已经被全部纳入了中方版图 俄方是没有意义的 足以说明中俄双方已经就这个问题达成了默契 现在大乌苏里岛已经成为中俄合作的重点示范区 两个国家在岛上建了一座大桥 这座桥跟俄罗斯远东公路相连接 令到陆路口岸可以完全通关 同时这里也是黑龙江江海联运的最佳起点 水陆交通运输方便快捷 大乌苏里岛已经成为中俄运输网中 不可滑绝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占地17809.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俄罗斯的版图之大 是有赖于沙俄和苏俄时期对领土的累积和扩张 不过无论在哪一个时期 俄罗斯从来都没有将已经占领的土地 重新偷出去的情况发生过 现在俄罗斯主动地归还中国的领土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 也提出两国的战略合作 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已经涉及到各领域 在经济方面看回官方的数据 今年1月到6月的中俄经贸总额 达到1145亿美元 一面,游戏贸易是两国交易的重点 表现非常出色 今年前5个月 俄罗斯对华天然气供应量已经达到300万吨 增长率高达67% 但在5月份的出口量就已经达到93万吨 数字是非常惊人 除了游戏贸易之外 车辆和农产品的贸易 也保持着强劲的增长趋势 2023年1月到6月 中国汽车在俄罗斯市场的销量高达16.8万 比去年多了4倍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 销售总量可以达到40万 至于农产品 今年第一季度 中俄农贸总额达到27.2亿元 现在中国成为俄罗斯牛肉、大豆、燕麦等等 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而说到军事方面 过去这一年 虽然俄罗斯还在俄乌冲突入面 但中俄两国的军事演习 没有因此而停止 今年7月20日到23日 中俄联合2023演习照样在日本海中部举行 而在8月份中国和俄罗斯的11艘军舰联合执行海上任务 经过美国家门口的阿拉斯加海域 令美方都觉得很大压力 另外中国国防部长由4月上任后 已经访问了俄罗斯两次了 其实这些行动都看得到 中俄之间在军事战略互相方面 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在俄罗斯回应地图问题的同时 印度、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 亦对这个新版地图作出回应 不过这些国家的态度和俄罗斯完全不同 基本上他们都明确表达抗议 在人外焦问题上 和中国有很多争议的菲律宾明确表示 将会鼓励东盟发表联合声明 并公布自己的菲律宾标准地图 如果我们仔细看 就会看到 那些明确反对标准地图的国家 都是与中国有实际边境争议的国家 我们先讲讲印度 印度和北丹在中国14个陆地轮廓之中 仅有未完成到和中国画定陆地边界的国家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 其实是印度、对班公湖、加勒曼河谷、藏南等等 这些近年来双方经常爆发冲突的地区 还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都未准备好真正地开始和中国对话和谈判 中国不单边界画定工作拖延 亦都和中国不单边界画定和动朗问题有关 新德里在中间搞住了 还用他们对不单的特殊影响力 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所以当中国在标准地图那里 重新标记藏南等等地区的时候 其实同时也是重新在中引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而新德里有这么激烈的反应 其实都不奇怪 这次中国在地图上增加了一条台湾岛东侧的线 它是在原来的南海九段线的基础上绘制的 这样做在加强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同时 亦都重新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实际上这十条线并不是刚才爆出来的 在2014年6月的中国出版的官方地图上 将以前的横版变成书版 南海诸岛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 用插图形式去显示 而是直接出现在新版的地图内 南海海外各界也由9段线变成10段线 1947年时 南海本身是11段线 1953年因为缓越的需要 在北部湾附近抹走了两段 挖出了倒礁给越南整雷达站 所以11段线变成了9段线 所以严格意义来说 单纯南海目前仍是9段线 10段线包含了台湾岛东部的那一段线 至于11段线何时可以重新挖起 那就要看一看南海的博弈和越南的表现 当然事关中国和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 仍然有倒礁主权的争议 和印尼等等的国家 亦存在专属经济区的争议 南海行为准则初商还未完成 这些国家涉及到南海问题 自然会提到一些相关的问题 菲律宾持着自己有美国餐 真是越来越固壮 中方发布新版地图后 他们不单止公开反对中国的举动 甚至要求中方遵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看来他们真是准备好 想在南海问题那里和中方争到底 但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努力 中国和大部分周边国家的边界或界问题 已经是妥善地解决了 现在边界和领土主权问题 主要都是集中在西南和东南方向 还有钓鱼岛 但考虑到现在的地缘政治形势 这些遗留的边界问题 真是不容易解决得到 需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 长期交流才行 当然这次新地图的发布 在中方充分正视领土问题之后 得出的结果 也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 迈出的第一步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激化矛盾 但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眼中 他们就变成了一种炒作工具 前几天 一些西方媒体就抓住大乌书来这件事 而不断炒作 说中方这样做是将俄罗斯远东的部分领土 擅自挖入中方版图 这样就想挑拨中俄的关系 对于这件事 俄罗斯外交部就做出了回应 俄方表示 中俄两国一致认为 双方之间的边界争议 早就已经说得一清二楚 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 俄方对中方这次边界划分并没有意义 其实事实上 西方都不是第一次玩这些挑拨离间 由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 就一直以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为理由 要求中方对俄罗斯发起谴责和制裁 这些像小学生那样的离间计手段 对中俄似乎没什么用 所以 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直接说 这只是中国依法行驶主权的惯例做法 希望各方要客观冷静看待 不要过度解读 啊!美国又真是走出来 又想插手 想在南海问题上分一杯羹 法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阿比 在记者招待会上又拿中国出来说 说什么认为中国在南海虚张海洋主张 就算中国发布新版地图 也不会改变美国的任何政策 同时美方认为中方这些动作很明显是恐吓行为 在向美国和他的盟友在亚太地区进行公开试压 中国新地图的出现也令到国际社会 开始对中国的发展进行重新审视 在过去的这一千多年来 中国的地理边界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生巨大的改变 而这一次划分方式就打破了这个传统 国际上一些媒体和政治家都不断去做一些评论和解读 有人说中国试图通过这种方法去托阔自己的地缘政治 增加自身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也有人说这只是中国的一种内外政治手段 目的是要转移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问题的注意力 无论如何 今次中国新地图的揭条所引发的争议是不可忽视的 它不止是一张政派的地图更加是一幅生动的时空画卷 它记录着千年以来中国的兴衰和变迁 它在展现中国的新格局 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 而我们要知道的是 今次中国公布的新版地图 完全是公开地告诉这些国家 中国领土一点都不会少 我是屈姬主播周杰盈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打个手 打转称 打掌 打转称 打转称